小恐龙托比是恐龙家族中的小不点 他既没有撩脓令人羡慕的长脖子和长尾巴 也没有剑龙腊身上防护的铠甲 更没有霸王龙那么厉害 但他有一颗关爱的心 今天托比这么早出门他是要做什么呢 哦原来他是要去舍蛋宝宝呀 因为现在好多恐龙生了蛋宝宝之后就一走了之了 托比不忍心这些蛋宝宝没人照顾 更不忍心小恐龙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妈妈 所以他决定要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托比出发了 托比在心迷迷仔细地观察着 忽然托比在一处棺木丛中停下来 原来托比在棺木丛中发现了几枚蛋呀 谁这么粗心 把荡场在这里 如果哪个冒失鬼滴滴撞撞撞的闯进棺木丛 非把荡场坏不可 想到这儿托比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顾不上擦擦额头上的汗 一阵忙活 从棺木丛中竖起一块标牌上面写着 前方危险请绕行 这个蛋可真大 看来我只能先带一个蛋回去了 等下可能要带一个大筐来才行 托比背起蛋就往家跑 等他再次来到棺木丛的时候 看见不知是谁把牌子上的字给替换了 上面写着 前方安全 随便走 诶 谁把我的标牌给换了呀 托比来不及细小 把身子探进棺木丛 里面除了杂草 一枚蛋也没有 诶 那些蛋哪去了呀 难道是偷蛋龙出现了 托比一个不好的念头 在他的大牢里闪过 嗯 不会的 说不定是慈母龙呢 他们呀 最看不得蛋宝宝没有父母照看 或许是他们把那些蛋宝宝带走了呢 托比一溜烟的向慈母龙家跑去 小偷蛋龙正常妈妈 要他把自己重新再生一点 说他们的名字不好听 偷蛋龙妈妈一听笑了 傻孩子 偷蛋龙只是我们的名村 时间久了 大家都会了解我们的为人的 哎 我不该怀疑偷蛋龙的 如果不是亲耳听见 恐怕我也误解了偷蛋龙 托比轻轻地走过偷蛋龙的家 向慈母龙家飞奔而去 没想到托比改到慈母龙家的时候 刚好看到慈母龙妈妈正在哭 慈母龙妈妈你怎么了 我的一个蛋丢了 他的蛋宝宝少了一个 不会吧 托比心里大喜的鼓 难道那枚蛋是 他话刚到嘴边又咽下 然后托比一溜烟地跑回家 把辣美蛋抱给了慈母龙妈妈 慈母龙妈妈看到蛋的时候 非常的激动地把它抱了起来 弄在了怀里 小恐龙托比没想到自己 闯入了是慈母龙妈妈的新家 他红着脸 向慈母妈妈解释了事情的原委 对不起慈母龙妈妈 我不知道那里是你的新家 我还以为这些蛋是 那些恐龙丢在那里的呢 慈母龙笑了 没事没事 但没丢就好 吓死我了 嘿嘿 真不好意思 慈母龙看着托比 两人相识一笑 原来这是一场误会呀